小米品牌准备了四个产品 第一个 第二代的哲哩兵手机 Mix Folder 2 哲哩兵手机经过全行业四年的探索 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个越来越成熟 只有一个问题比较头疼 就是现在的哲哩兵手机 还相当于两部手机的厚度 所以厚重问题 厚重问题成为了哲哩兵手机 进入实用阶段的最后一个关卡 那么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Mix Folder 2 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 我们一起看端视频 这就是我们Mix Folder 2 这款手机呢 你拿在手上 就像一个正常的旗舰手机一样 6.56英寸 21比9 而且手机的宽度只有73.9 它就是一部正常的旗舰机 而且是纸板机 它的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特别的精致 打开以后是一个折叠屏手机 屏幕特别的大 那么我们有两种颜色 一种叫星耀金 另外一种叫月影黑 这个月影黑呢 商务感特别强 特别精致高端 整个Mix Folder呢 给人的第一个特别有冲击力的感受是什么呢 是轻和薄 它有多薄呢 5.4毫米 可能大家对5.4毫米没概念 我们转一下 5.4毫米就是Type-C模组 加上屏幕 加上厚盖的厚度 几乎是智能手机的极限 除非将来不要Type-C口了 所以这款手机 直接挑战了智能手机的最薄的一面 而且呢 它左右呢 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呢 叠在一起的话呢 厚度呢 是11.2毫米厚 可能大家对11.2毫米 也没有概念 我再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大家用的iPhone的Pro Max 带上保护壳的厚度 它带上保护壳以后就是10.83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是5.4 合起来是11.2 带保护壳是3.2 就是基本上呢 小米的折叠屏2的手机呢 就相当于iPhone的Pro Max 带保护壳的厚度 所以呢 这一款手机 折叠屏手机 真正地进入了实用的阶段 重量呢 还比iPhone Pro Max呢 加保护壳还要轻一些 还要轻一些 而且宽度呢 也要窄一些 所以它的手感会更好 为了确保手感啊 我们的正面 是用了一块直屏 它的H都是直屏 但是过了H以后 我们做了一个小微曲 所以它的手感更好 其实为了这个小微曲 我们犹豫了两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呢 我们得以把一块3D柔性屏 做成了平面 同时又加了个小微曲 就这样的话 每一部的手机 成本都增加了 一两百块人民币 但是有了这个微曲以后 你拿在手上 你就觉得它特别精细 手感特别好 就这样精心设计的 Mix Fold 2的话呢 合起来握感不错 打开以后 它的握持感也特别地轻松 无论左手握 右手握 感觉都不错 然后呢 我们在配重上 也特别地小心 你握持的时候 不会觉得头重脚轻 那么取得这么重大的进展 核心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折叠屏技术 折叠屏手机 第一个技术难关 就是转轴 就这个转轴 转轴是里面最难的 这一次呢 我们制研了一个新的转轴 叫微水滴形态的转轴 这个转轴 是今天整个全球手机行业里面 最先进的转轴 它跟友商的转轴比的话呢 薄了18% 轻了35%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 它要轻很多很多 然后呢 我们通过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 才完美地实现了这个成果的 第一点 我们小心化了脚链机构 它的精度堪比名贵万表的精度 这个 而且我们采用了超耐磨的 MIM的合金 它的耐用性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这个轻薄以后 大家特别担心质量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细节里面 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用碳纤维板 替代了原来的不锈钢 薄了33% 而且重量只有不锈钢的20% 强度的话变得更强了 同时 我们把原来的转轴的 两三百个零部件 进行了一体化的设计 然后改进了整个工艺的制程 然后浓缩到只有87个零部件 而且把所有的焊点都去掉了 然后把它全部做到一体化 大幅度的降低了重量 而且提高了可靠性 在这里面呢 还有非常多技术改进的地方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由于折体冰手机异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做了上百项极为严苛的测试 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用性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突破呢 就是在转轴技术上 现在基本上是全球最先进的转轴 第二点 这个折叠屏也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屏好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屏打开以后呢 8.02英寸 就是iPad mini 就是小屏板的屏幕大小 特别大 而且呢 它的显示精度呢 是2K 整个屏幕的数字都特别好 我就不念了 数字特别好 包括有120的赫兹的高刷什么的 好 这个屏幕不是简单的柔性屏 这个屏幕特别强 这个屏幕呢 也是最先进的 最先进的技术 叫Eco OLED 超薄柔性屏 这个Eco OLED的技术呢 非常的先进啊 讲起来也比较复杂 我呢 把它的原理 简化告诉大家 它的原理呢 就是用了一个Polness的技术 什么叫Polness呢 就是把偏光片去掉了 对于屏幕来说 偏光片是非常重要的啊 它把偏光片去掉以后 换成了彩色的绿光片 跟OLED做到一层上去了 它就少了一层 少这一层以后 它的透光度提高了33% 它的功率下降了惊人的25% 因为这么大屏的手机 折叠屏的电池又不够大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打开以后 用几个小时就没电了 这个体验不很差吗 所以我们最近 在设计这些手机的时候 我们对续航的体验 极其地在意 所以我们不惜成本 做了今天国产折叠屏手机里面 唯一一个做了Polus技术的 折叠屏手机 它的续航是遥遥理线的 同时我们还堆了LTPO2.0的材质 能做1到120赫兹的智能动态刷新率 它进一步降低了功耗 就是采用了这么多先进技术以后 它的亮度做到了1000尼特 峰值亮度到了晶圆的1300尼特 这在折叠屏手机里面 也是遥遥理线的 好 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呢 它整个屏幕极为平整 我们用了一种新的技术 叫UTG 超薄柔性玻璃 在去年的折叠屏手机 大家都用了叫PCI软膜 所以你按下去会线下去一块 或者会有划痕 所以大家的投诉也很严重 但大家一定要理解 折叠屏技术就是这么 一年一年在迅速的 技术在迅速的飞快的进步之中 所以不容易有折痕 不容易有按压 做了块玻璃 这块玻璃叫什么呢 叫UTG 这个玻璃有多薄呢 叫0.03毫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 就是34mm 非常非常薄 然后强度提升了2.25倍 而且我们在这个玻璃上 还镀了一层超低反的AR膜 它的屏幕的反射率低于2% 这样的话呢 阅读起来很舒服 我们还设计了对称式的双扬声器 哈曼卡顿的精心调教 所以无论是你打游戏还是看剧 都有沉浸式的大屏体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外屏 就是一个标准的提前机的屏 是吧 我刚才介绍了 6.56英寸 21比9 它的所有的数字都很好 还有康宁的最先进的 是吧 Victus的屏 那个保护玻璃 它这些数字都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呢 这个我们当时为了做手感 我们把用了一个曲面屏的成本 做了一个 看起来是直屏 但是边上有个小微曲的手感 就这一项的成本 就加了一两百块人民币 所以这两块屏幕呢 都是顶级的屏幕 可能折体屏手机为什么贵啊 光这两块屏的价钱 就是个天文数字 光这两个屏的开屏的成本 也很贵 所以它们都有120克的高刷 都是1000尼特的全屏亮度啊 还有都是原色屏 而且都支持杜比世界 为了让你合上屏和打开屏 那个自动亮度一致 我们做了内外360度的光感 也就是说你合上是前后双光感 打开也是前后双光感 这样它的亮度能够一致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两块屏上 下了巨大的功夫 接着 我们搭载了今天性能强悍 能效出色的骁龙8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呢 也搭载在小米12S上 这一个多月下来呢 口碑非常不错 我们也配了非常好的散热系统 整机呢 只有5.4毫米厚 我记得很多很多人都特别的担心说 电池是不是特别小 这个我刚才讲过了 我觉得小米在这12年里面 学到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我觉得使用体验第一位 使用体验第一 我们堆了4500毫安时的电池 真的这点特别牛 也搭载了67瓦的快充 10分钟就可以充满38% 那它的DOU 它的续航能用了多久呢 1.15天 所以用一天是足够的 大于一就是一天啊 用一天是足够的 好 可能这样讲大家还不相信 我们跟同行的折叠屏比一下 好 合起来的话 是吧 它跟两个友商做的 这个折叠屏都是最好的啊 比起来的话 我们的续航能力多了25% 就是我们的外屏的续航能力 多了25% 打开以后 35% 这个Polus厉害吧 35% 这是8寸屏啊 这是8寸屏 一致亮屏 一致玩游戏 一致在用的过程啊 这个非常非常的恐怖 而且呢 我们特别特别在乎 那个流畅性 续航 还有温度 因为大家老是抱怨手机发烫啊 所以我们对温度是极其在意的 在每一个产品应用下来 我们的温度表现都是最好的 所以呢 上次发布会呢 我特别呼吁 这些超级APP 能不能跟我们一起连调 能不能把流畅性 把温度控制做到极致 这个发布会之后呢 微博的团队迅速召我们 我们两家迅速连调 这一次呢 微博 无论是在盒上 还是打开的温度控制表现 都特别特别的出色 这打开我们的温度 也是遥遥领前 所以呢这个 这个大家别小看 一度啊 一度在手感上 会感觉差很远的 所以整个Mix Fold 2的话呢 我们在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在续航 我们在流畅度 我们在温度上 这些体验细节上 下了很大的功夫 当然 作为一款旗舰机 它也是原汁原味的 莱卡影像 好 我们看看这么薄的手机 它的相机模组是怎么样的啊 它用了5000万像度的主色 也有超广角 也有两倍的变焦 它的主色用的是什么呢 是766 766呢 是大家最常见的 旗舰手机的Sensor 这个Sensor呢 单向数1mm 4和1以后是2mm 我觉得在这么薄 5.4毫米厚的手机上 能用上766 还是让我极为震撼的 我们的同事们 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做了一个极其超薄的模组 这里面有大量的技术创新 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不展开讲了 不展开讲了 而且也做了防炫光的 专业度膜 ALD的超低反的光学技术 还有莱卡的 是吧 原生双画质 好 我们看几张样张啊 这是呢 在海边准备开车出去冲浪的男生 她的皮肤晒得又黑啊 这是一个小女孩 她正在玩捉迷藏 一个人躲在大树后面 眼睛直叮叮地看着你啊 第二个呢是夜景 这是我们珠海的南平二桥 听说是非常有名的打卡地啊 这个特别适合拍 是吧 落日余晖 桥上的灯光点点 特别浪漫啊 这个呢是我们的摄影师拍到的 就是在一个街边的广告牌 拍了一个戴爵士帽的男生 显得特别有艺术感 这是我们两辈的变焦 抓拍到一对在海边遛狗的情侣啊 还有在一个书店里面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你想拍完整的画面的话 就特别适合用超广角 在这么一个小书店里面 是吧 一下子把所有的书 尽收眼底 而且我们为这个相机组呢 也配了大师镜头包 像这个呢 是50毫米的经典人像的 玄焦的镜头拍的 像这个是35毫米的 经典的黑白人像 还有这个是90毫米的 古典人像的柔焦 就拍女生拍起来 显得特别的浪漫啊 同时也有小米影像大佬的加持 像极速影像 万物追焦 闪电连拍 这些功能都有啊 比如说你在车上 抓拍 海边有一个小伙子呢 在练自行车 也挺有趣的 这个抓拍特别有效 而且抓拍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是拍孩子和宠物 这个小孩一般不会配合家长来拍照啊 所以抓拍很重要 你看我们的摄影师也抓拍到一个小女孩 在干饭的样子 挺可爱的 好 它的自拍呢 也是高清质感自拍 2000万像素 这次呢 折叠屏的自拍特别有趣 我们可以用主色来自拍 用奶卡自拍 用大式镜头包来自拍 我们看看是怎么自拍的啊 它直接翻转 拿过来 就可以用主色自拍了 哇 用766自拍 真的很夸张 拍摄的画质要明显好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是前置人像自拍的 这边呢是用的 奶卡镜头拍的 明显不一样质感 还有大式镜头包拍出来的 各种效果 也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拿到 我们的折叠屏二代的手机 我建议你试一试 挺好玩的 它也支持8K的电影视频 也支持那个杜比世界的 HDR的视频拍摄 还支持视频的奶卡滤镜 哇这个很夸张 视频的奶卡滤镜 还有一个好用的地方呢 一个视频的博主说 他这样拍视频特别好 一边能看着自己的表现 一边拍 所以呢成功率特别高 他就找个地方 把自己的手机立在那 这样拍的手机 就能看清楚自己的表现 就特别像翻转屏的相机 这就是我们Mix Fold 2 带来的原汁原味的 奶卡影像 大家也特别重视呢 它的系统体验 这一次呢 李歪也特别为 折叠屏手机 做了大量的定制 在系统应用这一块 进行了重新设计 比如说 所有的折叠屏手机 都是直接拉伸 直接拉伸的 叫暴力拉伸 是吧 没有什么信息含量 我们这一款呢 直接跟你 它相当于两块屏的大小 所以直接跟你 对了两屏的内容 这样信息量 全部上来了 还有我们重新定制了 各种小部件 高效要美观 而且你看 这些应用 日程 文件筛选 而且呢 我们还设计了 大屏的交互 因为屏大以后呢 它的可用性 大幅度提升了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怎么分屏 分屏组合 双小窗 贴边的气泡 我们来看怎么用的啊 第一个 双手一拉 就分屏了 就很容易分屏 好 第二个 这种分屏的效果 你可以保存在屏幕上 作为快捷方式 一点就可以进去 就直接进去了 所以分屏的方式呢 可以保留下来 第三个 你所有的应用 都可以放到边上的工具条 一拉出来就可以 重新分屏 重新开小窗 它的极限的情况 可以同时运行四个APP 你看 一边听老师讲课 一边看笔记 一边看书 一边记笔记 一边用词点 这有四个应用在用 所以呢 这个大屏的折体屏手机 它的用法更以往 有了更多的玩法啊 还有 当你在沉浸式的看剧的时候 它的信息可以靠边 来了信息以后冒泡 一点就回复 这样呢 特别适合你沉浸式的看视频 看电影 还有一个细节很重要 就是输入法 这个输入法呢 在这么大的屏上 其实要把它做得好用 挺难的 我们这次下了大功夫啊 首先我们把九键 完全展开了 可以左右切换 还可以拉开 双击双V的键盘 做了这些 可能还不够 我们还会测试你手的大小 测试一下手的大小 你是选小手 还是中手 还是大手的键盘 这个贴心吧 好 我们在三方适配上 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比如说我们适配了 四千种的应用 而且呢 所有的那个视频 像这个弹幕 能够自动吸顶 你可以很清晰地看视频 还有 我们还有离线的 实时的双语字幕 是吧 你看国外的片子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可以看到字幕 你玩游戏的时候 是吧 这个屏幕也可以自动适应 但很多人买折叠屏手机呢 主要用来工作 比如说炒股啊 你竖着看 可以看到很多股市行情 你横着看的话 可以看单股的信息 甚至快速地进入炒股的状态 还有 有的人特别贴心呢 用 用折叠屏手机来办公 看表格 我们的DPS也做了深度的适配 还有一个功能特别好 就是你发过来一张图片 看到一个表格 你想改 没有办法改 现在没关系了 我可以长按 自能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到Excel 到DPS里去编辑 大家听懂了吗 就是我们图片中的表格 支持了自动提取 不仅仅是文字啊 发过了一张图 有个表格你长按 这个表格就能跟你 AI自动识别出来 自动跟你生成表格 去编辑 好 所以呢 我们 MI4的呢 为折叠屏重新设计 有大屏的桌面 改进了系统 应用 有三方的适配 也重新改进了 各种各样的大屏交互 所以这一次呢 MI5在折叠屏手机上 下了巨大的功夫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 Mix Fold 2 折叠屏二代的手机 它有极致的轻薄 也是往前迈出了 革命性的一步 好 这一次呢 我们还专门送了 素皮支架保护壳 我记得上个月 我们Ultra 送了一个透明保护壳 哎呀 大家把我骂死了 我说这个白送 还怎么这么多人骂 大家说你还不如不送 我说好吧 以后不送了 还可以省几块钱 不过呢 这么好的手机呢 我们还是 还是给Mix送了一个 特别好的 这个支架保护壳 这个后面的支架 可以无极调节 这样的话呢 你看巨的手特别方便 我们还特别设计了一个 皮夹保护壳 可以有手带 也有肩带 可以当包一样挂着 很漂亮的 大家笑什么 这就是我们Mix Fold 2 越强大 越从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Dream Beyond Bring the unknown Don't stop Now Fall in front of the world To the end of the dawn I won't stand still There's a future to be Dream Beyond 真漂亮 我们的团队呢 还为Mix Fold 2 准备了六大尊享服务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那么 这么好的Mix Fold 2 定价如何呢 这个定价呢 也特别特别的超值 定价呢 8999 它起步的价钱呢 是12GB加256GB 12GB加512GB呢 是9999 这一次呢 也是小米历史上第一次支持了1TB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拍照 尤其来卡影像 所以呢 我们准备了1TB的版本 配合这么好看的Mix Fold 2 今天呢 我们小米品牌还带来了最高端的 1TB